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秋天楓野 最近在開直播的時候呢 有觀眾問我關於新黑金 天道延伸 客輝抽不抽的問題哦 所以我今天決定 來蹭一蹭熱 咳咳 聊一下新黑金吧 當然這裡一樣要先打一下預防針哦 影片只是提供我個人的觀點和預測 我不是官方人員 也不是通靈大師 絕對不要把我說的話當聖經看待 抽不抽決定全載你自己 只要不要後悔就行 你要買的是你的快樂 你要買的是你的成就感 是主只屬於你的快樂 反正我一定會抽也會發影片啦 所以預防針就這樣 我們就直接從卡片本身分析起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克魂的隊長技能喔 非常的簡潔明瞭 簡單來說就是龍族生命力3.2倍 其他種族2倍 龍族攻擊力36倍 其他種族8倍 最後是閉眼2秒 雖然可以說是全牛棚啦 但是主輸出必須是龍族喔 但相比起悲迷狐自身 不是隊長技能最大受益者 這張克魂本身就符合 自身隊長技能最大效益的條件 還是比較符合我們對一般隊伍的認知的 至於單邊血量3.2倍是什麼概念呢 就算只有隊長戰友是克魂 都會有10萬的血量 可以預見這個隊伍的血量 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看現金隊長最複雜的 隊伍技能部分 條件是隊長戰友必須要是克魂 這可以算是基本的限制啦 第一點 全劍拳 兼具算是主流隊長的標配 全劍拳的好處是傷害比較穩定 所有珠子都是攻擊珠 兼具型的話也能會型 缺點是沒有辦法在不攻擊的狀態下洗技能啦 但總的來說還是力大於弊了 第二點 克魂自身 不是連擊相等盾 這個盾牌老實說並不常見啦 基本上遇到也是可以靠手轉打過去的類型 但也不排除以後會有更舉霸的組合啦 比方說指定10C加水火木光暗星像等盾這樣的 加上這個能力其實只給自身 所以這個無視目前來說可以算是可有可無啦 第三四五點就需要一起說了 進場五個位置出現暗器 之後每回合最多出現三個 場上最多五個暗器喔 每消除一粒暗器位置的浮時 暗器就會消失 然後全員最大一次 外加無視敵方防禦力 回合結束時 也就是天降完之後呢 場上沒有一粒暗器就會恢復10%的血量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回血和赤友一樣 是在被敵人攻擊後才會恢復的 但和赤友不一樣的是呢 這個暗器就算是空轉也能起作用喔 直接附加在場地上的技能 算是近期比較常出現的一種能力啦 比起附加在符子上的能力呢 這種能力不用擔心還原版面啊 轉換啊 移除 炸板的影響喔 能力給的還是不錯的 算是可攻可守 但老實說 因為這個暗器也會受到天降的影響 算是比較不可控的技能 當然在一息息技能這點方面 基本上是無邪可擊啦 第五點是 克屬傷害額外三倍喔 也就是克屬的話直接會有4.5倍的傷害喔 算是一個相當可觀的真相 最後是現金龍隊長的標配啦 效出龍竹竹可以回血 算是一點小回血啦 那至於為什麼最高回9萬叫小回血 單純就是因為克魂 就算是兩整卡已經有10萬的血量了 而且他自身也不慘龍竹竹喔 所以這部分就不會是克魂的主要賣點啦 算是額外的小加分這樣 那最後的撿CD就得看看 終身棄手和錦這張卡片了 那跟翻終身棄手和錦 技能是守龍之焰CD6 能力是點選一顆符石 把那顆符石的直排和橫排 轉成點選的符石喔 而且一回合內身旁成員攻擊力兩倍 外加無視固定連擊盾 回合結束的時候呢 隊伍裡沒有一隻龍就會撿1CD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張卡片是忍住喔 本身不會是克魂隊長技的最大受益人 同樣減CD他也不會算資神 所以隊伍裡面最多就是5條龍 然後會減5CD這樣 也就只有在這樣極短的隊伍裡面 他才能發揮出他最大的功效 點選符石轉換呢 算是靈活性很高的技能 畢竟你要賺什麼符石就賺什麼符石 但可惜賺出來的符石呢 並不是強化豬也不是龍豬豬 身旁成員兩倍攻 還不如直接帶全隊兩倍以上的真傷 畢竟現在這種真傷比比皆是 雖然說可以一直開是個亮點啦 但也僅限全龍加他一個人的隊伍 無視固定連擊盾 有鑑於近期這盾牌的數量其實是有真無解的 所以還算堪用 但要論克魁的隊員 無論從技能強度還是實用性來說呢 基本上都是全方面的被同樣性質的巴哈姆特壓著打 但是巴哈姆特無視固定連擊盾呢 需要額外再開克魁 或是其他可以轉出龍豬豬的角色 所以除非今天隊伍其他隊員都是龍豬啦 讓合景可以一直開 否則大多數情況下都可以用巴哈姆特外加 任何可以轉出龍豬豬的手段來代替 不過實話說拿一張守門黑金跟地獄級卡片相比 其實也不是很公平啦 全面吊打基本上也是可以預見的結果 或者說是MH對黑金守門員最後的溫柔 那至於克魁的主動技能 唉 大家可以暫停自己看嘛 主動技能 五重魔導師 這取名是四代取的嘛 CD4 基本上可以理解為兩個狀態 一個是開三次前 一個是開三次後 那開三次後我們也乘坐中式 前三次開技能可以選擇五個能力之一發動 第一個能力是延長轉出時間 外加無視燃燒 第二個是引爆整版 凍結和石化 再把敵方轉換成木屬性 配上克魁本身的隊伍技能 只要對方可以被控制算是一個相當高的增傷 第三個技能 增加三行符石加移動觸碰到的符石轉化為龍珠符石 第四個技能 全隊2.5倍攻 且克魁吸力減移 第五個技能 全隊無視反手消符石盾 外加整版轉強化 反手消符石盾就是 消了固定屬性足就不能造成傷害的那種盾牌 吸收傷害的技能能不能被無視 就需要另外實戰測試了 這部分需要大家看清楚 在決定要不要用這個技能 需要注意的是前三次開的技能不能重複 也就是說每個能力也只能選擇一次 那發動三次後呢 技能就會變成中式 能力變成將敵方轉成木 還原版面 增加三行符石 且會出現排好的五鼠及新龍族強化符石 15秒排出全隊攻毀2.5倍 無視燃燒和反手消符石盾 只是復蘇一次技能就這麼累 雖說開三次後 基本上是開三次前的技能統合啦 但還是有多多少少增減一些技能的 比方說開三次後就會增加回復力 也會版面還原 開三次前有移動觸碰到的符石 轉化為龍族強化符石 也有課魂CD兼1 開三次後就沒有這個功能了 但總的來說呢 基本上是涵蓋了方方面面的技能 能應對的盾牌也不少 而且CD偏短 也非常契合課魂的隊伍技能 算是很不錯的技能 那另外一個還會影響到 這次要不要抽課魂的考量呢 就是這次首次獲的課魂呢 可以直接拿到武裝龍客 珠鷹燈 這個龍客能裝備在所有的活屬性角色身上 但武裝的能力有兩個是只會給龍族 所以最適合的就是給火龍裝備 但是單論裝備後給的三維10%增幅 基本上還是能帶就帶的那種 龍客能力2 讓客匯能在開龍客之後能直接跳起來 能力3也是客匯沒有無視的平土盾 算是很值得入手的龍客 畢竟之後要入手就得拿客匯去熔練了 有沒有這顆龍客 相信對客匯之後的表現 多少也是會有一點點影響的 簡而言之呢 客匯有著非常非常異軍突起的生命力 也有著空轉也能固定回血的手段 還是不怕大多數技能那種回血 倍率也算是現今的T0水準 主動技能和隊伍技能也可以說是相輔相成 非常的優秀 也把曾經什麼特色之一屬性相剋 給發揮到極致 畢竟現在隊伍誰Cash 客不客數 但要說客魂是完美的 那倒也不一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客匯當隊長的話 本身是沒有增加combo的手段 雖然說主動技能能增加三行 還可以排足多少的彌補一些 但是在競速關卡上 比方說討伐戰啊 競技場啊 戰力級啊 客匯本身就沒有任何優勢 再來是強化拼土盾 幾乎只能靠龍克解決 反強化盾也不適合開客匯技能來解決 強化盾在不開技能情況下 一樣不好解決 外加現在常出現的加護腐蝕 有鑒於客匯中式過後呢 開技能就會還原版面 所以也無法開技能應對加護腐蝕盾 雖然這些問題在客匯體質上面 基本上就是個屁啦 最多就是被打一下就能解決的問題 但這也甸甸的客匯本身就不是個無腦隊長 不太能夠速刷的一個事實 在於面對上比較基礎的盾牌 比方說combo盾啊強化盾啊 都是不能再沒有準備 或是不開技能的情況下快速帶過的 另外各種轉租的限制 比方說燃燒和黏斧 客匯本身其實都沒有直接應對的手段 所以在使用面上來說呢 客匯本身還是比較持手轉技術和牛盆的 好在客匯本身並非硬限制全龍啦 但相信隨著版本推進 隊伍上應該還是會逐漸偏向全龍配置 不過那基本上也是個未來史了 回到推不推薦抽的這方面 其實無論是成就黨還是無克威克黨 其實都是可以考慮跳過這次黑金 原因是在於現在的火隊 要解成就的話有赤油 龍隊的話有集成 單論解成就其實 還是有可以替代的卡片的 如果現今的T0隊長你都有 那麼跳過這次黑金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通關層面來說呢 這次黑金無視的敵方盾牌 還算是C有並不常見的 解決方法目前也不少 倍率方面也沒有算到非常的膨脹 比較突出的關卡血量減定問題呢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拿敵人血量膨脹來做例子喔 敵人血量在超過10億以前呢 其實各種隊伍早就已經能夠做到平坎10億了 相信官方也不敢直接把關卡血量減定一次過拉怎麼搞 如果真的敢這麼做的話 我禁官方是條漢子好不好 再加上這張卡片本身並不太適合速刷 哪怕這張卡片在多數管卡能輕鬆通關 但也不會是最優選 畢竟現在能打多快就想打多快嘛 所以中上所述呢 可以分析出這張新黑金其實可以不抽 基本上不會遇到非這張黑金不可的情況 那麼什麼情況下必須要抽 如果今天你沒有赤油 沒有集成 沒有被迷糊 沒有心石 假面 毀滅 這類的 好做隊長 留朋極度缺乏 那麼你就抽吧 如果你覺得龍克豬鷹的很重要 那你也可以抽 再不然你首癢又有餘力想抽 那就抽吧 畢竟黑金這種東西就是 早抽早享受 僅此而已 那最後再補充一點 有人可能會問 抽了這次黑金是不是代表說 天選的火爪丸也必須入手 首先這次黑金本身倍率就夠高了 不會有一定要放火爪的情況 畢竟隊伍本身不是隊長擊傷式的模式 雖然可以試 但應該不會這麼常發生 所以火爪本身的增傷層面其實也就還好 轉版在全監全的情況下呢 也就是把版面變得比較好轉一點而已 並沒有太多的增傷幫助 兼Cd這點 畢竟要轉整版 現金環境下其實很難讓你做到 而且很吃手轉 所以個人覺得 綜合來看火爪並不是很有必要就是了 當然有是更好 但沒有也不是問題 好啦 以上就是個人的儲略分析啦 簡單來說呢 客魂本身很強 打起來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容錯率非常非常的高 畢竟單倫血量就有一定的保值度 但是要說到有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必要 老實說沒有 但這裡還是要提醒一句啦 畢竟賺稿的時候呢 個人是還沒有入手這樣的卡片的 所以也就沒有測試過 皆是以目前掌握的情報做出的分析 所以如果有意見呢 歡迎大家在下方理性討論 那麼我是秋天楓葉 如果喜歡你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按個喜歡 請繼續看可以按訂閱唷 那就這樣啦 我們在下一次的新卡點評再會啦 大家掰掰 雖然我新卡點評也不多就是了 呵呵